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游戏叫做《玉姬之意纯爱版》 那究竟为什么游戏公司标明这是纯爱版本呢? 这是因为有许多支持者支持这个游戏 那为了让更多年龄层的用户也可以接触这个游戏 因此把所有的成人情节全部抽起来 让他们还会为纯爱版推出更多的设定 不会让支持者会觉得失望 点选进入游戏就可以进入游戏主画面啦 这款游戏结合传统日式RPG 还有卡牌的游戏特性 还有很厉害的故事游戏哦 这个故事是在说2025年邪恶异星联盟突然出现 然后攻击人类 那因此呢为了对抗邪恶异星联盟地球联邦政府 成立了曙光学员来培养人才 而我们就要把自己化身成曙光学员里面的第一位男生 也就是传说中的灵士机甲进入游戏画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居住的城市 那点选最上面这里有一个剧情 就可以进入到游戏最主轴的部分 现在看到的剧情上面有分主线任务 还有支线任务 因此我们现在下一个要破的主线任务就是这个 裙子太长了吗 直接点选前往 它就会进入到游戏画面 然后因为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RPG游戏 所以底下就是像是有人在讲话一样 看完之后再点一下 它就会跳到下一句 那如果觉得时间太久了 也可以直接按下右边的skip 就会跳过所有的对话画面哦 那我们因为跟人家讲话 所以认识了一个人得到新的卡 点选继续 然后这是算我们的小管家吧 他就会出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张卡片咯 点选底下的编制 可以把刚刚的卡牌 编到我们现在拥有的卡牌当中 把这张卡牌呢 直接拖曳到上面的初战队伍 就表示它现在在我们队伍里面 按下右下角的编制完成 就认它已经变成成员了 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按下探索 在探索的部分呢分为一般探索 活动探索还有收集拼图 那一般探索就是探索 那个学员的区域 可以直接点选 点选之后呢可以按下 底下这里有一个三角形进行探索 然后我们就会很像在走路一样 往学校里面走去 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得到新的卡牌哦 那如果不想要探索了 也可以按下蓝色的这个返回键 暂停探索 回到主画面 在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战斗 点入战斗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行中 或是参与啊 参与过的战斗 或是已经歼灭的战斗哦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擂台 点入擂台之后呢 可以跟不同的玩家对打 在这里可以看到前30名的玩家 还有百大排行 可以点选之后可以与他们对打哦 在左边这里有一个礼物 它是领取奖励 每天登入都有不同的登入奖励 可以领取 那我们今天 预计之意 唇爱版的游戏介绍 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赶快上网下载 大家拜拜